大家好,我是蔣健庭 今天我跟大家说一说最近很火热的一个话题 就是范冰冰的事件 那为什么现在才说范冰冰呢? 因为有些事情是私人的 因为我和他大概十年前合作过一个电影 叫做《合约情人》 就是任然齐作男主角,他做女主角 当时的片酬是现在的100%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 他十年前和十年后的身水 十年前已经翻身了 已经翻了几番了 那我说一说我的合作 当时大概是十一、二年前和他合作的时候 他已经当然出名了,《红》 我就说一说他作为一个演员 他是一个很努力的演员 对导演的态度和工作人员的态度都很好 那你说你十年后有没有变化呢? 那我就不知道 但是有时看到他 他也是很有礼貌 很尊重你 没有那种演员的大款 当然我不知道他中间有什么变化 但是我觉得这种礼貌 不是说是呀 你可以说他前面对人一套 对后面一套 那我不管 但起码我觉得 在我和他合作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 不过呢 我记得第一次 第一次我们是见面 对剧本 做妆的时候 他的经理人 我不知道是他的意思 还是我的经理人的意思 做了一些要求 就有点不合理 当时我都 有点轻微反面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做 以后他又再来 那你也挺麻烦 当时那个演员的气氛 都比较平静一点 没有现在的演员 那种自我膨胀都那么严重 大家知道 经理人是一个挺特别的工作 因为他有时某程度上 他好像一个皇帝 里面一个 太监的字 有点不太合理 但是演员是他的老闆 他当然为他的老闆 要令到老闆开心 有时他们出去和制片人 谈影片的时候 他尽量保护他 其实保护他就是保护自己 比如说 这个演员在宣传 他和他的经理人 是一个商业层 他说 你要答应他 然后他的化妆 是一个商业层 所以一大班人的支出 是很多的 还有 经理人 令到演员自我膨胀 你就很难驾驭他了 有些人去到一个程度 就是自己带到你了 他又不理你 剧本是怎样 总之我说的对白 一定要我喜欢的 这是自己的編剧 这些是很夸张的 但是范冰冰在我合作的过程 是没有这些东西 另外就是 范冰冰 我观察他和其他的 旅演员有很多不同的 内地有两种Stream的旅演员 范冰冰是哪个Stream呢 他就是 没有读过大学的旅演员 我们大部分的旅演员 都是在英国学院 四年正规的大学教育 所以他们说 因为在大陆的电影学院 或者是戏剧学院 艺术是一个宣传 就算不是宣传 都是艺术来的 电影、画剧、电视 我想在那一部开放之后 都有很强的艺术的意味 所以我和一位女演员聊天 我计算一下他的旅演员 我上半年拍了一部商业视频 我觉得我下半年都不接触了 我就会去打发台版 我会演出一个画剧 洗力一下我熔续的心灵 我听到之后 我都乐了而言 但是真的有些女演员 她又不是很紧张 当然她的钱不会拿得少 但是她觉得拍电影 是一个相对商业一点的 行为 舞台剧就是刺激一点 有趣一点 那也是一个事实来的 因为你拍电影的时候 你说些对白 又停止 又转灯 又搞了一轮 待会那些人又和你收拾个妆 或者拍完你 要拍一个男主角 又扔着你的肩膀 扔着你的肩膀 你这个人可能是专业的 就是跟她的对策是不专业的 基本上她都是神不守舍的 那变成了她跟舞台上 连续演演员过半小时 完全不同的时候 那时候 导演是没有权的 因为她已经在演戏 已经跟演员在互动 所以 范冰冰是哪一种演员呢? 第一 不是学术派 不是学院派 而她是 非常之有事业心 或者有企业心的一个女演员 于是有一些 另一班的 Stream的女演员 就觉得她很商业 整天想着做老板 但是范冰冰真的是人 你看到她 她有时候为了一个角色 她便宜一点一半 她都无所谓 她又争取 演细 争取的机会 给自己的曝光率更高 当她成功之后 她又会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其实这个成立工作室 在大陆 对女演员来说 不是很普遍的 现在普遍了 其实是为了钱 范冰冰 你看她自己 拍电视剧 又做代言人 她有全方位的 你看她 我身边看到她被封了的工作室 也有几个 所以她就是一个 很有事业心的一位女士 我觉得也很可惜 希望她 明天出来之后 不是叫出来 她没有坐牢 现在出来 筹好钱 还了之后 再开始她第二波演艺的工作 不错 我对她有信心 我不希望 一层百踩 毕竟我和她合作过 她给我的印象也很不错 起码 我不太恨 另外 她的税金 大家都知道 她和刘晓庆不同 大家可能在网上都知道 就是刘晓庆当时的条例还没改 叫做偷税 她叫做涂税 涂税 也有一个前置期行为罚款 那罚这个款 大家知道 中国大陆 她的税过了100万 个案入息税可以去到40% 她的100万 可能抽你40万税 那 还了那10亿 那我想她 听说她的市值 公司的市值 70亿 我想现在就没有了 因为市值那些很主观 但是 我想酬醋这10亿 应该也不难的 是吧 另外呢 说完她那件事之后 我就想说一下 香港的演员 香港演员 我想有一个难题就是 当年你拍了戏 你收了钱 究竟你有没有在大陆补税呢? 你的制作公司有没有帮你补税呢? 是这样的 香港演员或者全大陆 都是很流行的 他们的价钱是这样的 譬如我想问你拍戏 你多少钱 他们就说 我是税后价钱 我说税后二千万 那你对一些人来说 他说 那刚才你说税后二千万 那说得清清楚楚 怎会觉得不合理呢? 那些人不太明白 那些朋友都说 为什么他们犯了什么法 如果在美国 当你说税后的时候 就是 美国没有一种税后的 如果你说税后 在中国大陆 你说税后的意思就是 我要收二千万的钱 下袋 不包括税 我没有税的 我不要付税 总之你付二千万 我下袋 我不管你做什么 但是如果在美国 或者香港也是 你要收二千万的钱 下袋的话 如果是50%税 那你就要跟我做公司说 我要收四千万 那我下袋就二千万 因为那二千万我要付税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计数方法 但是为什么中国大陆不是这样呢? 为什么要税后呢? 因为原来 制作公司 他就会这样 他就说 他不会给你二千万 报到税局 因为如果要报到税局 你报到二千万 税局就会问演员 喂 制作公司帮你报到二千万 你要付一半的税金 那就是演员就收下了一千万 他说了不制作一万 于是呢 你至于是怎样呢? 制作公司呢 就帮你报... 比如说一百万 这个演员只是一百万而已 于是他的税 他就带演员给税 给回五十万 那二千万 演员就带了 那你说 那你也出了二千万的 制作公司 你又不可以当他是演员的支出 那是怎样呢? 那你将那二千万 就化了在 譬如说 临时演员一百个 你就说一千个 外景 所有 就是要制作假单 制作假单 将所有的支出 摘大 那就会消化了那二千万 但是实际上 你报上的税局 香港演员 就只有一百万而已 好了 这个问题来了 现在他说 针对这些逃税问题 他有一个政策 总之2018年12月31日之前 如果你自己来自首 即是特赛 你报回你以前收过的钱 按住...我打回你的税 那我就当你原税 没有骗政府 如果过了12月31日之后 我们就查到你 基本上 是有走税的行为 那我们就... 不是了 现在就尴尬了 那你究竟... 你报不报呢? 你报之后 那你以前的税 你都要付的 那里也有一大笔钱 那你如果不付的话 制度公司 如果把以前的税单 拿上去 那如果税肯定是不相信的 他要适当的收拾一张 来问 以前你报一百万 但是你... 说你也要说一千万 通常他都说 传他多少钱 报纸买一千万 说是真还是假 能骂得你多骂 那可能... 那些阴阳合约 就要浮出来的时候 我就问你 你又没有... 跟他们签了一张二千万的合约 他一定有签了一张二千万的合约 接着又有另一张合约 这张合约是拿到税谱 那就尴尬了 有还是没有呢? 你不说 那就可能隐瞒了 这个问题 我觉得... 乡演员 我想也是挺投赤的 因为如果真的知道了 你不报 你报你要付钱 你不报 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牵涉到这个门税 另外一样就是 就是说经理人呢 另一个危险呢 就是其中犯了什么的经理人呢 到现在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放出来没有呢? 或者是会不会刑事起诉呢? 因为... 涂税呢 都可以发展了 但是如果你... 销毁文件呢 可能是另一个刑事罪 现在就估计 如果要告他的话 可能是一个刑事罪 所以他不能放出来 那... 香港的经理人 你有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呢? 你有没有保持那些 叫做《阴阳药》里面的一张 收那份真钱的合约呢? 那这些都是... 真的要考虑的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难题 我希望我们的同事 或者我们的行家 可以处理到这个问题 走出这个困境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天黑 讲一下光都不够了 但是... 好,在这里 下次和你们再继续 在张建廷训组里面 和他们分享一些 有关健康 或者教育的问题 下次见 拜拜